诶 这个还不错诶 诶 小心别花伤了 孩子没受伤吧 没有没有 小孩子调皮不懂事 你可别和孩子计较 你在外面千万要看好孩子 你说万一 又不是要让我赔吧 我的意思是 是你们产品摆的不吧 你看看自己都晃 差点砸到我家孩子啊 明明是你孩子 不可能 我们家孩子很乖的 你可别想跟我 我本来是想提醒你看好孩子 以免受伤 既然你满不讲理 就请照价赔偿吧 店里有监控 是谁的责任 一目了然 凭什么要我赔啊 你这都是试用状 用的就剩这么一点了 还好意思问我要钱啊 再说了 你都开这么大的店了 还要跟小孩子计较 小孩子 小孩子不懂事 大人也不懂事吗 你 快来看看啊 这个人开这么大的店 就因为这个小东西 和孩子过不去 哎呀 差不多得了 你一个大人和孩子计较什么呀 要不 你帮他赔 这 这口红不错 做家长的 有责任教会自己的孩子 承担错误 现在你不教 以后总会有人 一件一件地交给他 我 姐姐 你别说妈妈的钱 是我弄花东西 对不起啊 没关系 勇敢承认错误 这是好事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你的一言一行 都影响着孩子 他自己都能承担错误 你不惭愧吗 我 哎 真是对不起啊 这些钱赔给你 算了 诚实和勇敢比钱更重要 不是吗 你 顾总 先不说了 来客人了 你好 啊 帮帮我 有人一直跟着我 啊 就是他 帮帮我 帮帮我 你干嘛 你别乱来 我这里可有监控 啊 那是我的钱包 我钱呢 阿爸 你别比划了 有手有脚的 非要干这种 偷鸡摸狗的事 你等着 我现在就报警 我该怎么解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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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出气概 别多管闲事 多管闲事的臭气概 真是晦气 等等 刚才 你是不是被人撞了一下 对啊 撞你的人才是小偷 我才是一位大哥 应该是帮你抢回人钱包 所以才跟过来 要归还给你 怎么可能 你老头是为了 小偷钱包被打伤的吗 我刚才说的太过分了 真的对不起 他讨厌 他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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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没准 他说的 我真的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